李长泰领导坑下生产小组 提前一个半月完成了全年生产计划 工会讲给他一面大红旗 妇女部组织委员马桂兰带着妇女们去献花 那时他心里就有了打算 好马配金安,好女要配英雄汉 他下了决心要把家属工作搞好 从妇女工作的角度和他较量较量 到了年底讲工会上 李长泰当上了生产模范 马桂兰当上了学习互助模范 矿上请他们在一起照相 他们彼此就更加熟悉起来了 这天,李长泰和马桂兰参加小赵的结婚典礼回来 一边走,一边聊 马桂兰说 老李啊,人家都结婚了 我看你也该找个对象了 李长泰说 是啊,结婚这事怎么能免了呢 李长泰忽然站住 问起马桂兰的婚事来 说,听说你还没对象 你的条件是什么 马桂兰说 和你的条件一样啊 从此 两个人都有了心事 彼此的关系更加密切起来 工作学习也都更加起劲了 到了七月 两个人明确了关系 订了结婚照 商量好了结婚的事情 他们约定 结婚不能影响工作生产 不能大操大办 要争取新的工作成绩 作为结婚的纪念礼物 不久 俱乐部的黑板上写出了通知 九月底 矿上举行集体结婚典礼 李长泰和马桂兰一商量 立刻去报了名 终于举行结婚典礼了 当新人们行完结婚仪式后 台下一致要求新人们 介绍恋爱经过 李长泰红着脸告诉大家 他们是自由恋爱的 他爱小马学习进步 今后 他们更要互相帮助 台下的人们 要女方也讲一讲 为什么看上了对方 马桂兰爽快地说 我看上她生产积极 能带动大家 工作上了不起 受他们鼓舞 其他的新郎新娘 也都热烈地讲述了 他们的恋爱经过 婚礼完毕后 来宾簇拥着新人们 到工人大楼的新房里去 谈到李长泰和马桂兰 大家都说 他俩真是天生的一段 那是什么事啊 他俩真是天生的一段 我看上了 他俩真是天生的一段 他俩真是天生的一段 我看上了 他俩真是天生的一段